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9月30号 大家看我节目的时候 北京快11号 11号 他应该是10点进行大阅兵 从上一次2015年的阅兵到2019年的阅兵 出现了相当根本性的改变 2015年的阅兵之后 我们讲就是习近平个人来讲 突然出现了转向 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5年当时提到的 10月份 11月份 后来提到了中国制造2025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把人都看完起来 现在世界各地都讲说叫新疆模式 有人评价说中国进入了一种 完全全国进入劳改营的概念 如果你看一张录像的话 在北京城你现在坐地铁 坐公共汽车 武警陪着你一起坐 那站五六个武警 车厢里头 北京城 想象不出来 而我们在节目中当大概2017年 2016年初看到新疆的模式 已经跟大家讲了 他现在的做法是相当于2001年 2001年是03年 汤姆汉克斯拍的云图 这个就这个电影所展现 他是不是被外星人控制 不知道 但云图里表现出来的 就是最高的权力者是人 剩下都是造出来的人 那你看起来那是造出来的人 但实际今天的刷脸也好 这个包括人们的 就是刷脸上厕所 刷脸进天门 进天门广场 应该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人已经没有任何隐私 三年前我们说新疆模式传出来 我说要不了北京城 要不了多久北京城是这样 那时候很多人不信 因为中共的洗脑宣传 让人们去恨维吾尔族人 所以当今天管制在北京 管制在深圳上海的时候 大陆人反正也没地儿去了 他爱国主义的情操呢 依然在彰显着 来到海外的很多留学生 展现出爱国主义的情操呢 是因为他们是有钱人 他们能够他们是这个阶层当中的 把他们定位在奴隶主的位置上 在这个背景之下迎接了迎接国庆 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 在29号 全球60多个城市 叫全球反齐全 我们原来解释过 叫做全球反迫害 包括香港在内的 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的各个城市 都举行了历史性的大规模的活动 在活动中呢 他们香港是相当激烈了 从中午就开始 抗议的人跟警察之间 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我以为作为警察的暴行 没什么可讲的 其中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女警 一个女记者近距离被也是被打下 被打伤了右眼 警察直接了当冲他打 就像杀人一样 就直接这么开枪了 我们在8月31号之后 跟大家解释过 在香港这种事情是持续的 只不过我们没有想到 在香港的抗争 香港的抗争将与10月1号本身 在北京的大阅兵 形成了一个两个画面 共同进行 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的画面 这个场面是发生在铜锣湾 香港 全是年轻人 他们打的棋子呢 是29号大概40多个国家的棋子 参加这次全球反击权 而他们整个通的口号喊的是 天灭中共光复香港 天灭中共光复香港 我节目中早跟大家解释过 天灭中共对于很多所谓的科学的 学科学的人 他羞于自己喊出口 因为他也想象不出什么叫天灭中共 那今天的香港人 我们从那样特殊的抗议的过程中 一直走到今天 29号这天 30号 29号这天 那作为香港人 年轻人 可以以这样的方式 出现在香港街头 这是我跟大家解释的 在万劫不复在劫南逃 2019共产党死定了 从贸易战到香港抗争 来到中国大陆 这同样发生在29号 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给42个就是国家级的 这种荣誉勋章的受得者呢 班容易讲 就班叫什么 容易徽章吧 他跟申纪兰并肩而走 他跟申纪兰并肩而走 几乎所有媒体 把他评价为叫僵尸 叫什么 僵尸游行 没有人有任何的 这种神采意义的感受 没有人有任何的 正常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而步履蹒跚 包括习近平自己走路 应该是很吃力的 你可以看出来很吃力的 这是在同样29号所发生的 当他把这个申纪兰 90几岁的申纪兰 授予国家勋章说 中国的中国人 就应该像申纪兰一样 很多媒体大媒体都在描绘 10月1号会怎么样 我们看到的基本都是类似的 中共建政70年阅兵看点 叫覆盖美国的核武的东风41和隐形无人飞机 这是BBC的 纽约时报 坦克导弹没有鸽子 中国迎接国庆70周年 鸽子同样作为和平的象征 西方的文化中 只有坦克和导弹没有鸽子 意思就是这是一个杀人的世界 按照他的文化传统中 这是一个杀人的世界 BBC在报道当中 他的概念就是更直接了当 你可以看到 他BBC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 不像纽约时报 他带有了一种隐喻 就是人性生命中的隐喻 他是直接表现出他的实力 什么实力 杀人 这就是今天共产党的实力 当年2015年的阅兵 他当时习近平的概念 是我以为是很好的 他是要转向到中华民国的 2015年 他用了抗战70周年大阅兵 抗战胜利是中华民国 中共政权 中共国不存在 对吧 那是一种延续的过程 所以那个延续的过程 同样延续到10月底 他见了马英九 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想法 跟现在是完全对立的 那个时候他跟现在他是对立的 而中间出现的问题就是说 他突然看到了自己有机会做主 有机会做这个 掌控全球的 人说像拿破仑还是像谁 反正我是这么比喻了 你想想 蒋经国在全球范围内能有什么影响 对吧 中华民国现在谁还提蒋经国呀 希特勒可谁都知道 拿破仑永远学历史 他横幅一下自己的得失 所以他就做了个梦 他让所有人都要跟他一块做梦 1984年当时邓小平也进行过阅兵 1984年进行阅兵 然后后来这个有了群众的这个游行 小平你好 就是1984年大游行 这个这个大阅兵之后的游行中打出来的 他就展现了所有这些导弹了 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导弹了 什么战略轰炸机 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无所谓了 为什么叫无所谓 这些武器 你就像长安街上的那些大楼 对吧 你可以对比成深圳湾的那一份光彩 然后你同样可以看到 是黄沐江的那一份傲慢 对不对 那种荣光 那种令人眼睛都无法睁开 只能眯着眼睛看 看到里头是什么 看到里头 第一 所有这些东西 是来骂你是笨 对不对 不是你的 这是国家的 国家是谁 国家是习近平的 国家是党的 党是谁的 党是习近平的 今天这个路子是这么走的 所以你看在香港出了个镜头 他一开始 大家看到他能把国旗给弄下来 国徽弄下来 这是 弄国盔是7月21号 弄国旗是7月1号 他国旗法他给弄到香港去了 所以后来香港人 那他要判刑最高判三年呢 改了后来 29号 烧党旗 这共产党的一个旗子可不是国旗 对不对 他你有国旗法 可没有党旗法 他烧 烧的他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烧党旗了 是你们家的窗户纸 是你们家的裤衩 对不对 他不是国旗 然后把习近平的像贴在了这个地铁站的上上下下的 香港人 中共在他在自己塑造的中共的过程中 把自己定位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这是我说天灭中共的意思 同样我说的意思 这些东西武器都有 武器都有 但能否操作 这都没有用的 为什么 他习近平谁都不信 他信电脑 他认为所有人都骗人 就那电脑公片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